- 魔力寶貝 - 魔力寶貝 - 魔力寶貝 - 魔力寶貝的進度呢大概是玩到第二天 - 本來嚴格說起來啦 - 昨天晚上應該就要起坑了 - 因為這個遊戲齁如果你是 - 除非對魔力寶貝親愛很重 - 要不然如果你剛進來的一個新手小白的玩家 - 進來你會發現你完全不知道在玩什麼 - 因為你會發現這個東西之多 - 紅點多之外呢系統之複雜 - 然後各式各樣的一些系統啊 - 包含寵物啊好感度啊 - 裝備啊然後圖鑑啊一堆 - 光你把這些全部玩完齁 - 你大概就已經快昏頭了 - 然後每次做這些日常活動齁 - 這還不是無腦的日常活動齁 - 你要去烹飪啊打東西還有限時活動 - 各式各樣的東西還要採集 - 自己做裝備做東西 - 所以如果你是新手玩家剛進來齁 - 真的會完全不知道在忙什麼啦 - 忙完之後你會發現你的機體都沒什麼增加 - 除了你一直跑主線之外 - 所以這類型的玩家氣坑很多啦 - 然後我本來是想說好啦 - 因為目前都在玩幻山嘛 - 時間還多一點想說找一款主遊來玩一下 - 那目前的話 - 過了昨天吧 - 然後我之後發現越玩齁 - 這個遊戲其實如果靜下心慢慢玩 - 還行我覺得這個遊戲其實不用課金 - 因為這個遊戲課金齁 - 發現我們這個遊戲如果你課 - 像我目前是課了大概兩三百塊啦 - 那兩三百塊課出來齁 - 你會覺得你的機體基本上沒什麼太大的增強 - 那我是覺得先可以先研究這個遊戲 - 等到有確定的話再課 - 因為這個遊戲我發現課起來齁 - 對你的記憶體增強的那個CP值來說真的不高 - 除非一些時裝啦 - 或是一些特定的寵物之外 - 要不然其實這個遊戲來說 - 我三一隻寵物的話也很貴齁 - 像我們這個活動的那個抽那個鼠齁 - 真的是有夠貴啦 - 所以目前來說我就覺得當個無課玩家 - 或是微課玩家慢慢玩 - 我覺得還不錯 - 這個養成的一個成就感還是有的 - 那今天最主要呢 - 我們會來講一下我的劍士 - 今天會來講一下我們劍士的技能 - 還有包含加點 - 那大概講一下我們的 - 然後最後會去升級一下我們的那個 - 進階 - 我們從劍席劍士變成劍士 - 那進階完之後我們去打架 - 打架完在爬個塔 - 然後之後的話 - 再來講一下其他的東西 - 那寵物的話呢 - 我換了一隻 - 因為想說每個人都用黃蜂很無聊 - 那剛好又打到這個地獄看門犬 - 這個的話我覺得還不錯 - 然後也是個極品 - 然後他的那個檔位大概是一切 - 一一八左右 - 又給他改造了一下 - 那屬性技能來說的話 - 因為他有連那個啦 - 這個還不錯 - 我們的連擊破 - 打別人的話可以攻擊三次 - 我覺得還OK - 就是單抓的話也還是不錯 - 評分的話大概在四千分 - 那他本身自己也有個專屬技能 - 所以今天的話就派他出場啊打一下 - 之後的話再看看大家能不能推 - 因為我快每個人都推薦水龍蜥了 - 每個人都帶水龍蜥出門 - 然後想說帶一點不一樣的好了 - 好 哪寵物的話這次就不介紹 - 因為寵物我還在研究 - 這個遊戲的寵物真的是 - 我覺得最複雜的一個地方 - 這個遊戲的好處是 - 偶爾都無聊啦 - 可以走一走 - 然後地板會有一些寶箱拿一拿 - 然後人物乾節節一些 - 其實還是 - 蠻有探索的感覺 - 那自動 - 這種 - 一鍵那個 - 掛機啊 - 一鍵那個 - 自動移動啊 - 我是覺得都還OK啦 - 至少要讓大家 - 時間花費比較不會到那麼多 - 好來 - 我們來完成劍士的職業轉職 - 啊來看一下 - 哦 - 劍喜轉陣 - 有有有有 - 變強了 - 目前8100 - 目前我們的職業稱號是劍士 - 那目前轉了我們的劍士 - 人物評分大概在8100分啊 - 今天去打一下 - 下一次就破萬的時候再打 - 然後劍士轉 - 王公劍士的話 - 這個前置作業就比較多一點 - 那技能的話來講一下好了 - 我們這個劍士的話 - 重頭講一下它的加點齁 - 加點的話我上 - 大概路版大概查了一下功率 - 一般來說啦 - 劍士其實蠻平均的 - 就是 - 一般來說大家最推薦的啦 - 就是力量加2 - 速度加2 - 這個速度其實有差喔 - 這個速度來說的話 - 影響到我們不管是敏擊或是那些東西 - 其實都還蠻重的 - 所以我們一般升級一次的話是加4點嘛 - 4點的話就是力量2點速度2點 - 那有另外一派的說法是力量2點速度1點 - 剩下一點的話可以加體力 - 因為你的劍士畢竟在不管是前排還是後排齁 - 真的你要活著你才有輸出傷害 - 所以有些人會捨棄掉一點的速度去加體力 - 讓你活得比較久一點 - 那有一派的人是如果你是比較有客的玩家的話 - 體力這部分的話是可以用裝備去做彌補的 - 所以看個人的那個需求 - 我個人是先用力量跟速度啦 - 先以這兩個為主 - 那目前打起來的話也還行 - 只是說裝備的話要自己要搞好一點這樣子 - 好 加點的部分比較簡單 - 再來是技能 - 技能的話就比較複雜一點 - 因為之前很多人問說 - 就是每個職業的技能要怎麼學 - 那技能的話我們見識總共有這六種 - 有這六種 - 然後通用的話有這九種 - 九種的話下面本來是不能開的 - 等到你升級到三十級之後 - 你才可以 - 就是好像三十級的話才可以開 - 那這個的話直接去學一學就好 - 這一個五千塊啊 - 五千塊的那個銀幣其實也不貴 - 那學完之後都會有一些抗性的加成 - 那我們主要是主動技能齁 - 就是我們打架的時候在用的 - 三種流派 - 一個是我們的連擊五 - 連擊五升高之後很實用 - 因為連擊五的話最主要是打範圍性的 - 輕怪速度比較快一點 - 只是一般來說有些 - 使用連擊五輕怪來說會比較實用一點 - 那再來的話還有乾坤一職 - 乾坤一職算是很多 - 算是路板也蠻多人推薦的一個 - 因為它最主要是打單體 - 單體打很痛 - 犧牲了15%的一個命中率 - 而且它可以合輯 - 那這個的話也可以升高 - 因為反正這兩個東西是可以切換之用的 - 那連擊破的話好像也是有人用 - 只是說好像沒有連擊五那麼多 - 那再來下面這些的話 - 好像只剩迅速果斷比較實用一點 - 迅速果斷 - 可以增強我們的那個敏捷 - 然後會額外有一些攻擊傷害 - 但是以目前來說啦 - 好像初期都是以連擊五為主 - 那或者是乾坤一職 - 所以這兩個東西點高的話應該是還OK - 一個打群攻 一個打單體 - 好 那我們就來打架吧 - 我們身為 - 現在第幾名啊 - 看我們還一萬多名 - 欸我記得 - 欸我不是很高嗎 - 好來 - PK - 然後直接集火 - 乾掉他的黃蜂 - 然後直接自動戰鬥了啦 - 不用看了 - 這個遊戲那個手動戰鬥 - 除非打王或那些比較辛苦一點 - 要不然其他部分的話 - 建議都是用自動戰鬥比較快 - 不然我們很強嘛 - 唉唷 冰封 - 葛雷斯 - 米雪兒好像會復活 - 唉唷 我們有變強喔 - 然後哪一頭 - 旋風 - 亂射 - 地獄看門犬 - 咬三下 - 喔超強的 - 咬三下 - 來換我 - 連擊五 - 一刀兩刀 - 兩刀 - 哇直接秒殺 - 秒殺他的補師 - 喔地獄看門犬很強欸 - 看一下 - 喔這個漢克很猛 - 喔養眼 - 戳戳戳有沒有 - 我們的地獄看門犬 - 三連戳 - 致命三連擊 - 連擊一 - 連擊二 - 連擊三 - 十 - 冰封 - 打米雪兒好了 - 米雪兒很討厭 - 因為他是補師 - 沒事沒事就會復 - 一連擊 - 二連擊 - 三連擊 - 啊這是對方攝影師了 - 應該沒什麼搞頭了 - 而且他真的還沒有快速戰鬥咧 - 他沒有地方可以讓你按掉了 - 強制你一定要把他看完 - 哎呀什麼事 - 啊對呀我歷史最高是四千多名 - 啊對呀我歷史最高是四千多名 - 然後這個啦我們直接打四千多名好了 - 來來來 - 應該不會輸吧 - 來來來先激活 - 啊幹掉你的黃蜂 - 先把寵物幹掉 - 他都不能自己進來自動戰鬥嗎 - 這麼麻煩 - 反射 - 喔有痛喔 - 一連擊 - 二連擊 - 三連擊 - 冰封 - 會一直 - 哇他的蝗蟲好痛喔 - 不是蝗蟲啦 - 黃蜂啦 - 欸飛走了 - 啊好 - 來我們來打 - 補師 - 先把他補師幹掉 - 哇寵物也死了 - 氣絕 - 啊復活有沒有 - 先把他補師幹 - 可以看 - 我叫你擊火補師 - 你在那邊 - 喔呦 - 弓箭手真猛 - 一二 - 三 - 冰封 - 死了沒 - 還沒死 - 他怎麼那麼硬呢 - 還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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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來來來來來來來 - 集火主角好了 - 先把主角幹掉那應該就沒錯了 要不然他弓箭手的攻擊就太高了 兩千...兩百... 羅賓鋒...哈瑪...哇 插太絲了 戳! 三連戳! 喔! 好會閃喔! 幹真的假的! 脫脫脫脫 氣絕! 復原! 有補師真的太強大了 四打四喔! 一連擊! 二連擊! 三連擊! 好! 剩一隻! 揚岩! 啊... 果然一開始先把他補師幹掉是對的 補師會復活真的很討厭 一二... 欸! 死了! 啊! 贏了! OK的呀! 好! 歷史最高分 八千 這個八千 一千三 好 我們先打這個好了 三千多名 來! PK! 呃... 自動戰鬥... 先打紅瘋好了 我習慣先把蟲幹掉 三連擊!冰封! 欸! 黃蟲飛走了 來來來 先把他迷血幹掉 用力! 我的地獄開門拳! 啊! 自閉三連擊! 哇! 亂射亂射! 不痛! 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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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 身上沒帶錢 呵呵呵 跟那個身上沒有錢是差不多的 是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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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 再激活主角 啊! 基本旁邊這些夥伴齁 大概都是陪打的 先把攻擊力高的幹掉嘛 基本上應該就沒錯了 一連擊! 二連擊! 三連擊! 來! 起窗! 我們直接欠打的傢伙 290 270 300 好 都死光了啦 剩下隨便了 哇 我的好強喔 天啊 如此猖狂你敢信 哇 歷史最高分 好 這個boss很難打 所以我們來點這個覺醒印記啊 我們要點這個才會比較強一點 我的天啊 他那個超級痛 夥伴抗遺忘 寵物抗昏睡 寵物抗石化 哇 這書不便宜啊 我的天啊 好 有了 全開了 好啦 這樣應該強一點了吧 然後要等40級 然後 恐怖周常 好 單挑 我們的綠先生 哇賽 接受魔法的洗禮吧 先打你 來 幹 爆他 然後我看一下 超級冰洞 喔 好痛 你必須同時擊敗除了我以外的所有敵人 哇賽 我要 打 同時擊敗除了他的所有敵人 所以我三隻要同時把他們幹掉是不是 那我看你真的要一隻一隻一隻打才行 那這個不能用自動攻擊 哇 很講求技術的呀 魚 是 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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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嘿嘿嘿 完蛋 OMG 幹 它多用 它打 多打了一下 好 Minor 這是我們的主角 笑 Kn leisure 放他 然後 地獄看門拳 打他 哇 同時殺應該很難吧 來 魚露均毯 沒死喔 哇 我補之死了 這一次應該可以把他們全部幹掉 感覺有搞錯 幹 我全倒了 有 欸 這樣打贏喔 喔 這樣打贏 所以要三隻同時打贏啊 哇 這個還真是困難 啊 有贏有贏有贏 哇 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 還好撐下來 好 OK 那這是我目前的那個實戰力 八千三啊 下次破完的時候我們再打一下 OK啦 這個遊戲我覺得 給一些沒什麼時間玩的人我覺得還不錯 除個月卡 然後一百塊錢 然後離線掛機 平常的話抓抓蟲 練練腳 然後打打東西 然後認識一下朋友 這個遊戲的社交性是蠻強的啦 那畫面的話就見仁見智了吧 OK 那就能支持一下 我的宣老 感謝收看 下次見 再見 再見